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 我是霍永康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传统上美国的通讯社美联社 对于总统选举的公布 视为胜负指标 所以上星期六当他指出 拜登已经获得279张选举人票 超过了270张的门槛 就成为美国的第四属任总统 其他传媒也随之跟随 连带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更加第一时间祝贺拜登 坊间有个讲笑话 这个祝贺的速度 同有多讨厌特朗普成正比 所以当日本前总理安倍晋三 都已经落台的话 应该就没人和杜鲁多争了 所以当然同样地一如所料 特朗普拒绝承认落败 所以美国白宫的交接准备工作 亦因此无从展开 同一时间美国不少大盛事 就因为拜登上台宽天起地 而中国内地不少评论人 立刻提醒中国国民 不要以为民主党上台对中国的态度 表面上可能有改善 就认为中美关系会恢复正常 未来虽然耳根可能清静一点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可能民主党才是更加危险的对手 那么拜登上台对中国 是否真的有那么可怕呢 这种说法其实是有些真确性的 因为目前美国很多对中国的压力 都是始至于奥巴马时代 甚至更加准确来说 是由希拉丽担任美国国务卿 宣布重返亚洲的战略开始 当然过去几年由于国防部 将中国列为头好的竞争对手 采取的压迫和手段更加极端化和表面化 好像贸易战 又或者将中港官员列入制裁名单 将疫情一再抹黑到中国头上 以及将中国列为对自由民主的对抗者 这些行动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过去民主党对中国的围堵和引发内耗的策略 对中国内部的破坏同样严重 民主党对华施压在明面上 很多时候都是在人权和民主自由范畴上 但是如果拜登沿用奥巴马时期的外交策略 形势仍然未可乐观 首先在中美磨擦方面 其实主要都是由2013年 美国煽动福利宾提出的南海仲裁事件开始 甚至一度派遣了两组航母军进入南海 引发中美之间最大规模的海上对视 最后虽然没有引发什么事情 但是之后美国不断在南海和台海 进行军事干预 到现在抵近侦察的数量 每年都是数以千计 这种战争威胁和挑衅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事实上 在奥巴马时代在全世界策动的军事行动也非常多 而且变入欧、亚、非洲很多国家 可以说奥巴马时代比现在的特朗普更好战 第二就是围堵中国 希拉利做了国务卿没多久 宣布了一个重返亚洲的亚太战略再平衡 试图将中国封锁在东南海之内 而更不要忘记同时发动经济封锁 展开了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联合中国鄰近国家 好像澳洲 新西兰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墨西哥等等 并且推广向 韩国和欧洲国家 为了制造一个贸易体 排除中国在外面 试图组织一个新的全球经济贸易系统 与中国经济发展 形成对抗的局面 亦因为TPP 中国先组织RCEP 区域经济伙伴协定来扩行 而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去到特朗普上场取消TPP 反而令中国暂时松一口气 亦令到一带一路有更加充裕的发展空间 第三方面 颜色革命 估出人权 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来包装颜色革命 应该说是美国自列根政府以来 最擅长的颠覆行动 在这方面 民主党人一样积极 一直以来 他都智力加强中美关系 为的要输出所谓普世价值 鼓吹选举民主 来洗脑吹生一个亲美的一族 从而在中国的内部制造对立 产生可以压倒中国的力量 像香港去年的反智暴乱 缘起于2014年的占中 将违法达异的谋论 直近在青少年当中成为了香港黑暴的罪幕 这些事件以及在更早前新疆出现的恐怖活动 正正在2009年 奥巴马上台后 在全球范围之内 美国可以说拆动了很多颠覆运动 包括阿拉伯之春 梅里花革命 太阳花 违法占领 和最近的泰国动荡等 很多大型政治活动的背后 都是美国透过国际发展处 和旗下像NED 自由资家等的NGO 非政治副组织 来推动运作 这些颠色革命的运作过程 差不多都一模一样 到了敘利亚、利比亚、泰国和香港街头的暴乱手段 无论是组织方法、行动、甚至一些手势 都流露着美国策划的身影 到了特朗普时代 蓬佩奥、彭斯更加直接参与 将这些行动搬上去明面 令更多人了解到美国这几年来的罪行 而在这次总统选举中 民主党更加将一个中国的原则 从党纲内删除了 模仪代表着民主党主导的美国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利用台湾问题 激化中美矛盾 而加剧两者的对视局面 而第四方面就是压制中国的科技发展 这些行动 其实就不是特朗普开始先的 好像为止华为、中兴等等 打压中国科技企业 早已经是美国核心的对华策略 而早在2010年 即是奥巴马当政的时期 美国就已经开始对中兴放蛇 从而追查这些企业和伊朗的关系 而汇丰故意引导华为、斯里夫、孟晚舟 讲到有关于和伊朗的关系 也是在2011年 奥巴马当政时启动的 也成为日后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由此后见 拜登上台后 肯定都不会改变 压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局面 如果说这些行动表面上放松了 就更加需要小心考虑 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影响 如果从这些早在奥巴马年代 就已经实行的众多计划 压制中国的计划来看 可以判断当拜登上台后 目前针对中国的个案措施 可能除了关税有直接损害美国利益 会被剔除之外 大部分现有的措施都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从更现实的情况来看 当拜登上台后 肯定会面对大量的内部问题 包括了现在 因为特朗普在位的几年间 制造出来的人心撕裂问题 对抗的情况 又或者疫情泛滥 和经济都不知怎样重启之外 还要修补其他盟友的外交关系 好像欧洲 甚至是其他亚洲国家 好像日本、韩国等等 按理来说 就不太可能 将很多心思放在中国头上 从更现实的中美关系来衡量的话 如果拜登上任之后 如果他不再多调整美中关系 又或者跟中国的政策 这样对中国来说 可能反而是好事 反正大家都可能在特朗普时代之后 要冷静一下 再估计一下美来 应该怎样安排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反正无论如何都好 中国需要的是更多和平发展的空间 如果政策变化太大 更加可能要小心 未来政策可能又会重新有反复 甚至再次发动一些围堵的措施 引起更加严重的国际动荡 对于拜登来说 目前眼前的 除了是即时的社会压力之外 更加大的疑问 和更加大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美国的深层次矛盾 即是由民主制度 由民主选举衍生出来的问题 到底能不能够解决呢? 休息回来 继续大家时事观察